不卖吃喝只占卜 这集市太奇葩了 发兔带你看看世界上最奇葩的三大集市 第三名美工火车市场 美工火车市场会与泰国曼西部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这个市场会与火车铁轨上 看法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 因为每天会有好几趟火车经过 也正是因此火车市场民生远洋 引得各国游客前来观光 第二名女巫市场 在天空之城 波利维尔的拉巴斯 有这样一条特殊的集市 不卖吃喝玩只占卜 它就如女巫市场 这里聚集了女巫 占星家的不同身份的人 卖的东西全都是蝉雏 附身不同东西 怎么说呢 走在这条街上 可以感受到别样的抑郁风情 第一名水上集市 这就与众不同了 在水上购买东西 想想都很不错呢 水上集市位于印度尼西亚 班格尔马兴 在这里人们每天都是通过 乘坐船只交货物欲来 在船上售卖 也正是因此吸引了不少 油人钱的观光 快来评论去做吧 拜拜